这什么矿呀 白色的一种矿物 那大概率就是银矿了 那到时候我们要从铜器时代跨入银器时代了吗 不过这个铜器时代和银器时代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吧 银矿的等级好像并不是很高 和铁矿比还是比不了的 不过要比铜矿好像要强那么一丢丢 我们挖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银矿 可以挖 那应该就是银矿 哦果然没错 兄弟们 银矿 那就全部都带走吧 现在不管是什么矿物对我们来说都特别重要 不仅可以制作工具和武器 而且还可以烧经验池 我们现在的等级是三级 等到五级之后咱们就可以增加一格血量和一格保时度 好的 一共是四块银矿 四块银矿的话差不多了 把火把带走 我们再找一下铜矿吧 现在的当务之急呢 就是提升经验 备战血月 而且呢我们需要有一套铜的装备 我们往这边走走吧 看一下有没有铜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矿洞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血量只有三颗星 而且没有武器 兄弟们 我们只能在外围挖一些铜矿 如果太深的话 我们是不能进去的 哦这边不行 兄弟们 里边没有矿物 那就走 以我们现在这个实力啊 进入矿洞的内部深处肯定是要凉凉的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找一些矿洞边缘的矿物 比如说在路口什么的 但是我们附近好像裸露的矿物都已经被我挖完了 这边的话没有 什么都没有 哦里边还可以走 我们看一下 但是太可怕了 兄弟们 真的 而且火把也比较少 我觉得这样不行呀 没有火把 没有武器的话 我们根本无法探索矿洞 再找找 我们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外路铜矿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晚上回家 多制作一些火把 然后做一把铜键 我们从明天开始 就去矿洞的内部看一下 但是血量真的是太少了 像这样的矿洞 兄弟们 我说实话都不敢下去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火把 没有武器 也没有防具 下去的话太深了 我估计下去就一鸣呜呼了 算了算了 我们回家吧 回家制作一把武器 这边也有个比较深的矿洞 不敢下去呀 这真不是怂 兄弟们 死了的话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不行 回家吧 回家制作一些火把 还有武器 哎不行 兄弟们 来来来 我们先做一些火把 我们还有三个煤炭 全部都做了吧 舍不得火把套不住矿 多做一些火把吧 该用就得用 一共可以做多少 15根是吧 15根应该差不多了 好 我们回家再来做一把铜剑 我们现在的碎石斧 已经用完了 我们砍了很多的木头啊 来分解一些木棍 做一把铜剑 做了铜剑之后 我们还剩两个铜锭 有点尴尬 不过我们最好 再挖一个铜锭 再凑够一把狗子 这样的话是最合理的 被延伸存的第二把武器 铜锭 已经就位 这个小木棍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把它烧了吧 再来烧一个木炭啊 最多一个 然后我们来做一些火把 15根的话 虽然说也差不多了 但是火把这个东西 越多越好 好了兄弟们 我们吃一个向日葵 就可以睡觉了 我又上火了兄弟们 我懂了 我们现在这个是瓜子 吃了瓜子 瓜子吃多的话 就会上火 很合理兄弟们 被延伸存特别合理 好 天亮了兄弟们 我今天搞很多的铜锅 外边天还没有彻底亮啊 僵尸还在守着我 他被烫了 我们来补刀 兄弟们 这个僵尸是完全在给我送鸡宴 我们把它干掉 来吧 好兄弟们 被人生存里边的第一个怪物 我们获得了怪物猎人的成就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下矿吧 心里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点不安的 但是没有办法 兄弟们 我们总归要面临这一步 主要是我们现在没有防具 而且这个血量特别少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合适的矿洞吧 走 兄弟们 我觉得这边就不错 这里边起码有一些蘑菇 就算是我们最后没有挖到矿 有一些蘑菇也是不错的 然后呢 还有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需要弄一个逃生的通道 我们在这边搭一下 如果下面有僵尸追出来的话 我们还可以从这边逃跑 但如果没有这个通道 我们可能就被全殴了 这边的话僵尸应该是过不来的 我们不用管 直接从这边进 走吧 兄弟们 走走走 拿出火挖 有煤炭 看到了 哎 完了兄弟们 这下边 这样的话我就不敢进去了呀 还要下去 算了算了 这一矿洞我感觉是比较危险的 怂就怂点吧 我们再换一个 又发现一个矿洞 我觉得这个矿洞可能是比较平稳的 没有太多的分支 我们可以进去 16根火把 来 差一点 哎 这从上边怎么出去了呀 哎 失望了 兄弟们 这里边也没有矿呀